那么林奇刚刚是用骑士战胜了猎人 那么他还有术士法师和萨满 他会不会用他从来到现在都封刀没有用过的萨满吗 还是说继续回到自己的动物园 李鸿飞的话有猎人战士术士和法师 他用了那么多快攻会不会说 我想要用一个慢速的卡组来打一打 没有 两边都是打快 两边都是打快 好 那就是T系列打动物园 那我是不知道T系列有什么输的可能 这个T系列打动物园不是跳打吗 看吧 他确实是二费有蛋 四费有 对 他挂上去这个之后 觉得比较怕这个爆炸性能吧 对 就这么打 有可能是个毒蛇 不是 烈烈 没有毒蛇 那他两飞和招出A44 那猎人这边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 杀戮都不行 猎人是李鸿飞 那么可能说 二一换一 或者他直接放狗 我觉得狼骑士比较好了 就逼对面解你 下回合尽量能够争取到一波飞刀放狗 那这样的话还有点赢练 不然的话确实非常被动 其实手牌上来说的话已经处于劣势了 这个血线输出还挺怕自己血线掉得快 第二个狼骑兵 一样打脸 就是打脸 我觉得恋人现在思路很对 就是这么打 不然的话不太好赢 但是他很怕这个飞刀打到impgun boss上 那可能就是越打越多 哎 他神抽一张标记啊 那好了 那你只有一张了 那你只能生一张小鬼了 不好意思 那好 那对面这是一个 直接是一个清场 直接一个清场 直接一个清场 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选手的哀嚎 听到报警声 我非常清楚听到灵奇说报警了 报警了 还没有射中impugan boss 啊 射中 终于射中了 那这样的话动物园不太好反场啊 第二张incrept explosion 第二张incrept explosion 二 哎 没有刚刚连好了 刚刚一直是死 那就无心打脸 无心打脸了 哎 还换啊 也可以 他其实并不差这两点伤害 我觉得有可能他之后就是差了两点伤害 不过看吧 小鬼不是的 另一个小鬼这张牌已经是废牌了 他现在tap不tap是一个问题 大哥冲了 我觉得有可能他就直接直接那个 直接 大哥 还抢 没有 还是看来是要tap的 啊 不tap 他准备给大哥不平道路 哎 好牌啊 啊 伤害的话下回合够了 这回合还不够 下回合够了 反正没哪个就打你脸 就打你脸 还差两点 那游戏结束了 还没有任何回血 哦 到了 已经到了 嗯 送进去了 好的 呃 精彩的对攻 tc的完美归零 呃 那我们这样比赛3比2 呃 李洪飞扳回一城 那我们马上 还是 但是林奇仍然有这个赛点啊 有小二 我有小二 那么现在的话 林奇会不会考虑用第3版了呢 李洪飞的话 应该是三个速攻 轮流用猎人数是 换着来吧 我感觉现在应该是 他肯定又要回到动物园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动物园对动物园 我现在也比较看透他们了 你上来 上来 上来不打 不打速攻 现在还都是速攻了 诶 终于出现一个慢速卡组啊 但是你打这个动物园 你有点蛋疼吧 对了 他会不会是一个激怒猎 不是 是一个标准的 是一个好战 这个打动物园不太好打 这个其实不如贯彻打脸 我去 这个战士的手牌实在是太差了 实在是太差了 战士打任何速攻上来就需要一张牌 就是赤炎战斧 fire war x 没有张牌 就是 就是奔 就是奔 你有监弓 有助甲师都没有 就也没有一张那个赤炎战斧好用 现在而且战士你看手上现在是 现在手上是乱斗 然后七八九 实在是太差了 现在这个伤害 数十一回合可以输出个六七 六七点啊 这回合打了八点血 这样然后基本上战士支撑不到五回合的 四费 哎 终于摸上了一张武器 可以打死这个 飞刀打死 其实砍狼的话 可以下回合可以减少更多伤害 因为狼现在是在场上是四年上攻 而且你打狼的话 你会少受的狼体伤害 那是狼狼的 就算是狼狼的 狼狼的意思 比他多战的怪 比他多色的乱斗 就是稀疚的 就是稀疚的 只能乱斗了 然后最好能够留下来一个蜘蛛 但这样的话其实乱斗之后呢 最坏的情况是留下黑铁矮人 没保护 这是这点最好的 你给他一块 对 这是最好情况 这位大哥 呃 这样是差一点点 万一扔掉两张一费呢 没有 那这样的话 有没有一个可以起手的一个东西 诶 这张牌可以 顶住了 顶住了 没用啊 上吧 助角师可以下回合可以给 给这个斩杀造成1.7伤害 这样的话任何一张牌 任何一张伤害牌 不是这张 tap一下 任何一张伤害牌 差一点伤害 没有 那他可以沉没对面的 顾角师 然后 加这个打脸 那么 战士是放到一血 战士是一血 就算 就算你斩杀掉5.7 你还有什么牌可以 诶 这是一张可以挡住 挡住对面的牌 啊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危险 能不能看他战士反场呢 还说灵溪就直接获得我们 胜逼 他没有 胜逼 这张猫头鹰其实给的有些草率 如果现在 刚才不给猫头鹰 现在给猫头鹰 他已经赢了 那么看战士能不能支撑到九会会合吧 一血 一血 以上来说如果树是什么都没有的话 顺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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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下不行 好了游戏结束了 如果刚才摸到张 liqu 还是可以站住的 现在的话非常非常遗憾 非常好了 我们恭喜零欺获得我们 ở。 抽叉冠军 恭喜零欺 big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channel和直播 谢谢各位